講到3D打印耳枝 可能很多人馬上會想起科幻電影任的機械手 一定很難很複雜 其實科技可以一點都不離地 香港的一間NGO 3D打印耳枝 就是一個專門做耳枝的團體 原來用的物料、原理和結構 都不一定很複雜 中學生都一樣有機會做到 如果我們現在用PLA來說 用這個大約500至1000元 所以比傳統的價錢低很多 我們是用背肌來控制手掌的開合 我們也是用背肌 看到我是用這邊背部 已經可以開合到手部位 因為我們始祝的用家 有些是沒有手指 天生沒有手指 有些是沒有手掌 有些是前臂也沒有了 有些是上臂 其實這些是用不同的設計才能做到的 傳統耳枝用的物料一般都比較重 部分使用者有時會嚴重而不用 3D打印耳枝就相對輕得多了 另一個問題是 傳統耳枝往往都有特定的設計和款式 未必個個適用 而3D耳枝就可以按個人的情況和需要 度身設計 做好之後再微調修改 做到客製化的效果 初時就是做這些設計 這些真手 希望物料偷多一點 輕一點 最終來講 我們做完這個手 之後 就套入它現在的耳枝 換了它現在的床部份 用它之後 給我們的意見是非常正面的 說輕了 功能同樣又多了 經常都拍一些片給我們看 對於我們來講 也有一個鼓勵的 因為它現在都可以做到 吃飯 寫字 用手機 化妝 甚至用牙齒都可以 它現在都很支持我們活動 都可以分享它的個案 讓學生知道 好手之後的情況是怎樣 怎樣打的耳枝 還有一些耳枝的學生 齊的 他們沒有想過 原來是這麼簡單 他們可能就整天都說 以為是 3D耳枝 就以為是一個 好像機械人那樣的東西 帶上去就有很多電子零件 他們想得很科幻 但原來是這麼貼地 他們不知道科技可以這麼貼地 設計3D打印而知 其實要視乎使用者的當地環境 在香港可能可以設計得漂亮些 活動能力高些 但如果在戰時頻繁的西非 除了需求量大之外 設計亦都要有不同 還要考慮資源 容不容易維修等等的問題 去西非的話 他們是要做一些 叫做生活上的需求 去生活上做甚麼呢 通常西非那些可能要耕田 可能要拿那個 坐頭 或者有些地方 可能要有些彈性 或者可能有些 按下去是比較實 就算打印 西非那邊可能熱些 我們可能就會用一些 可能再耕熱些的牌子 因為香港用家 會容易給我們 我們容易做一些工具 讓他們試試 適合就用 不適合我們再做 這樣東西 在3D打印上就很好 因為3D打印 是你今天想完 其實你已經可以立刻畫好 畫完之後 就可以印出來 可能你今天想到的東西 你第二天已經用到了 先說一下工具 我們首先有個用家 接觸了Mike Mike就會約用家上來看 我們初步接觸個個案 接著就會第一次 通常會做一個3D scanning 數碼化了 就會變成一個 我們叫做Solid 一個好像這樣 這樣就塑膠了 這個就是他用家的部位 他就斷了這個位置 我們掃描了這個位置 他跟我們了解了他想要什麼 最重要要什麼 大家一起聊一下 Mike通常會有一些 很好的意念出來 開始他就會做一個初步給我 先印了 我印完之後再給他 他可能有少許改變 他會被用家帶上去 第一版先試 有些反應回來 Mike接著 因應反應 就會又改改一個模特兒 又給我印 前前後後可能一個月左右 或者有時快的話 可能幾個星期 一個月左右 可能已經做到用家的需求 盡量滿足到他的需要 因為我們形式有很多種 有些是砌手 有些是去上我們的工作坊 有些是去學一個 3D的配套元件 希望學生知道了之後 學生就可以知道了 原來這樣做 可以幫助另一個有消息人士 這個希望每一個 我們清晰之火 這樣去抗戰下去 去重複使用者的立場 來思考 我們的設計思維 最重要的是同理心 我們接下來 然後 になります 我們再次去學習 我們要在這裡 再來一段視野